朝俄不睦 俄羅斯官員在朝鮮被驅趕 俄兵力不足撤光北約邊境80%的軍隊 俄羅斯五地區公投要獨立 菲律賓兩大執政聯盟獻決裂 報中共策劃 挑亂非國政局 擊沉中共航母魚雷發威 29國盟軍南海逼近中共 呼應竟用中國假冒泰材料造客機 家屬起訴高管 決勝關鍵美國五大州戰情一覽 兩黨展開激烈的競爭 觀眾朋友好 歡迎您來到希望之聲TV北美新聞 我是小蘭 今天是6月20號 星期四 好 接下來請您觀看今天節目的詳細內容 普京和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簽署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協議 雙方還互送了禮物 看似朝俄領導人融洽 但是有消息傳出 說在會議期間 俄羅斯的部長們與朝鮮官員發生了摩擦 另外 俄羅斯的兵力極度不足 已經撤光了北約邊境的軍隊 除此之外 俄羅斯五個地區在線上攻投脫離俄羅斯獨立 據路透社的報導說 普京送了金正恩一輛由俄板勞斯萊斯的 奧魯斯豪華轎車 一套茶具 還有一把海軍上將專用的匕首 而金正恩送給普京的禮物 包括一幅普京的像 還有一個半身雕像藝術品 還有兩隻朝鮮名犬 據韓聯社的報導說 普京送給金正恩豪華轎車以後 先是開著車載著金正恩在營賓館周圍繞圈 然後兩個人是在公園散步 接著金正恩開車載著普京再返回營賓館 不過 看似兩人兄弟情深的背後 也是各懷鬼胎心思 X帳號的網友發布了視頻顯示 俄羅斯訪問金正恩的代表團進入平壤談判大廳就坐的時候 一名朝鮮官員將俄羅斯的部長們趕了出去 俄方出席的包括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 國防部長別洛烏佐夫 還有航天局局長鮑里索夫等人 而俄羅斯代表團的成員質問朝鮮官員說 他們會來談判大廳 本來就是按照朝鮮官方的指示 沒有理由出去 但是朝鮮官員回應說 要等金正恩先進入談判大廳 他們才可以進入 有求育人則必見人三分矮 昔日帶頭大哥的霸氣似乎荡然無存 有的網友說 曾經的世界第二軍事大國 淪為了與第四世界勾兌 還要低聲下氣的 普京混到這一份上 真的尷尬 普京目前在戰場上面臨打不贏的困境 今天英國金融時報的消息說 美國政府將會暫停所有愛國者防空系統 和攔截導彈沒有完成訂單的交運 什麼意思呢 就是其他等待美國交付愛國者導彈系統的國家 要繼續等待 因為現在要先運往烏克蘭 直到烏克蘭具備足夠的能力來抵禦 俄羅斯的空軍的空襲為止 另外 俄軍近期對哈爾克夫展開了龐大的攻勢 損失超過3萬名士兵才收場 近期情報官員報告說 俄羅斯部署在北約成員國 芬蘭邊境的士兵基本撤光 俄羅斯已經把駐守在芬蘭超過80%的軍事裝備 還有士兵 都轉移到烏克蘭進行增援 現在的俄分邊境幾乎是空無一人 而軍事博主艾利克斯·陳發了文章說 近日 俄羅斯5個地區舉行了線上公投 公投的主題就是要不要脫離俄羅斯 並聲稱如果能脫離的話 後續將不參與俄乌戰爭 而且不承擔戰爭責任 5個地區獨立委員會的代表說 所謂的俄羅斯其實就是一個封建帝國 我們宣布不再支持這個體制 因為我們是經濟發達地區的代表 他們霸佔了我們的土地 還把我們當炮灰送上前線成為殺人的工具 現在是宣布獨立權利的時候了 因為我們有權生活在一個自由的世界裡 我們正式宣布啟動脫離莫斯科 進行第一次全民公投 這5個地區分別是俄羅斯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 加里寧格勒 還有聖彼得堡 烏拉爾 西伯利亞和庫班等等 這次參與公投的人數有560萬人之多 加里寧格勒有72.1%的人 是同意脫離俄羅斯成為獨立國家 烏拉爾有68.2%的人是同意脫離俄羅斯 西伯利亞有63.9%的人是同意脫離俄羅斯 庫班地區也有55.2%的人數過半 從這些數據來看 這些地區大多數人是同意脫離俄羅斯而獨立的 有研究表明保持良好的睡眠質量和健康的 腸胃功能對整體健康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許多專家都指出現在人的生活壓力大 這些問題是越來越普遍 而健康520的產品正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而設計的 陳先生是一位忠實的健康520用戶 他已經購買了4次三高代謝堡 最初他的精神狀況不佳 睡眠質量差 三酸甘油脂過高 肠胃也有問題 但是經過兩個多月的使用 陳先生的身體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陳先生說 陳先生的腸胃和便秘問題呢 也得到了顯著的改善 健康520是您的健康守護者 無論是改善睡眠質量 提升精神狀況 還是調節腸胃功能和血脂健康 健康520都能幫助您實現 6月19日 菲律賓副總統 也是前總統杜特爾特的女兒沙拉杜特 宣布從現任總統小馬可士的內閣中辭職 專家表示 杜特家族可能已經策劃了一場陰謀 這引發媒體的猜測 由於中共問題的分歧 菲律賓兩大政治家族可能走向決裂 與此同時 有關菲律賓要內戰的消息突然增多 外界認為這是中共有意破壞菲律賓的政局 背後挑起政變 據路透社的報道說 菲律賓總統和副總統 這兩個職位都是政治任命的 沙拉杜特將會辭去教育部長 以及反叛亂特工小組副主席的職務 但是她將會繼續擔任副總統這個民選職位 而菲律賓分析家認為 這是杜特家族想讓現任副總統沙拉杜特 取代小馬可士總統職位 報道中說 沙拉與小馬可士的聯盟 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存有裂痕 由於對中共政策等等問題上存在較大的分歧 小馬可士和前總統杜特爾特之間的矛盾越演越烈 所以沙拉杜特的辭職舉動並不意外 這不僅代表著這兩個人的執政聯盟走向破裂 也意味著菲律賓最重大的兩大政治家族 杜特家族和小馬可士家族可能決裂 並將出現王朝對決 使得菲律賓變得兩極化 菲律賓總統府通訊秘書加拉菲爾在一份聲明中說 總統小馬可士已經接受了沙拉的辞呈 並且透露她沒有給出辭職的理由 但是將會繼續擔任副總統 而沙拉在當天的一場記者會上也表示 她選擇辭職不是因為能力不足 而是因為真正關心教育還有年輕人 外界認為前總統杜特爾特和現任總統小馬可士的分歧很大 杜特爾特對中共較為友好 2023年7月份 杜特還以私人的方式訪問中國 並和習近平會面 彼此稱是朋友 而現任總統小馬可士上台以後 與美國簽署了戰略同盟 並且明確與西方國家共同遏制中共在南海的決心 中共近期在台海的挑釁不斷升級 17日還發生了撞擊菲律賓船隻 攜帶利器打傷7名非國船員的事件 就在國際社會紛紛譴責中共的同時 最近發現有關菲律賓要內戰的網絡遙遠激增 據《菲律賓星報》的報導說 幾天之內60多個社媒賬戶就發布了 有關棉藍老島獨立運動的帖子 加劇了人們對菲律賓要內戰 要分裂的猜測 而且這些假的消息正在通過例如官方媒體 和利用親北京的社群媒體網站 把這些假消息放大 但這些信息發現都是符合中共灰色地帶戰略 馬尼拉德德拉薩大學蔣什吉爾認為 這可能與中共試圖在南海衝突中操控輿論有關 中共希望通過挑撥社會矛盾來破壞美非聯盟 另外中共在油管等等社交媒體平臺上造謠 目的是通過傳播來引發菲律賓國內的動亂 左右公眾情緒 破壞菲律賓政局和社會的穩定 讓菲律賓人相信是馬尼拉正在挑起南海衝突 另外在X平臺上還有消息說 菲律賓與中共在南海衝突加劇 中共極度仇恨菲律賓現任總統小馬可是 正秘密計劃賄賂菲律賓的政客和軍方 推翻菲律賓現任政府小馬可是 但是本台無法證實這個消息的來源 那您覺得菲律賓會發生政變嗎 如果真的有政變 您覺得會是由中共策劃的嗎 如果您認為是的 那就在下面打個1 如果您覺得不是 那就在下面打個2 看看大家對此怎麼看 在中非南海發生實現肉搏衝突之際 全球規模最大的環太平洋2024多國海上聯合軍演 即將會在6月底登場 美國媒體透露這次演習的重頭戲 將會是擊沉美國斯萬噸級塔拉瓦號兩溪突擊艦 這也是自從2005年以來 美軍首次將這一類航母的巨型戰艦 作為擊沉演練的目標 這也顯示著美國非常重視 會與中共在太平洋地區爆發重大衝突 美國軍事網站動力報導說 環太平洋軍演中擊沉演練 在過去一直都是美軍演練的項目 也和盟友一起積累測試了不同類型的反艦武器 以及配套戰術 而這一次選擇4萬噸級的塔拉瓦級兩溪突擊艦 將是為美軍提供一次難得的機會 一是方便收集有關武器的打擊效能 另一方面可以獲得大型軍艦 對各種威脅應對能力的數據 資料顯示 塔拉瓦級兩溪突擊艦 主要是部署在西太平洋和中東地區 曾經參與過波斯灣戰爭 阿富汗戰爭 還有伊拉克戰爭 這個艦滿載排水量達到4萬噸 可搭載氣墊船和登陸艦艇執行傳統的搶灘登陸任務 也可以利用寬大的直通甲板起飛重型直升飛機 進而發動垂直登陸作戰 值得關注的是 塔拉瓦號與中共新款的075型兩溪突擊艦 噸位相似 所以外界推測 所謂的擊沉演練 其實是艦指福建號 因為中共擁有山東號 遼寧號 福建號大型航母 所以這種大型船艦的威力越來越大 美軍這次擊沉演練 不僅是考驗軍艦的戰鬥力和反應速度 也是各國展示海上戰鬥力的戰略意圖 2018年各國曾經演練擊沉排水量 達到5100噸的突擊艦 當時日本發射陸基反艦導彈 澳洲出動魚叉反艦導彈 美軍連續攻擊和潛艇都加入了 而且是從空中水面和水下多方面攻擊 才成功完成了這次擊沉任務 所以這次要擊沉4萬噸的塔拉瓦號 複雜性和挑戰性更大 報導指出 預計這次潛艦會發射重型魚雷測試 如何一擊致命 今年環太平洋2024演習 將會從6月26日開始 持續到8月2日 將有29個國家和地區的40艘水面艦艇 3艘潛艦 150多架飛機和超過2.5萬人參加 意大利和德國也會加入 還有荷蘭土耳其軍艦 已經陸續停泊在日本港口 為軍演做好準備 南海盟軍串聯大秀肌肉 就是要嚇阻中共在印太地區的不斷挑釁 美國波音公司近期 因為頻繁發生故障以及墜毀 等等空中安全事故而備受質疑 波音首席執行官卡爾·霍恩 日前已經被要求到參議院委員會作證 並受到兩黨參議員的嚴厲質詢 據美國之音在今天20日的報導 民主黨參議員哈桑表示 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正在調查波音 是如何使用了一家中國供應商提供的假冒泰材料 哈桑問道 是什麼樣的系統性失敗 才使波音公司不僅購買了有問題的泰 並且獲得材料以後 沒有能意識到泰是不合格的 還將這種材料安裝在飛機上 卡爾·霍恩說 波音沒有購買那些泰材料 應該是某個次級供應商購買了那批泰材料 波音不知道材料有問題 也不知道為何有問題的泰 會安裝在波音的飛機上 共和黨參議員霍利質疑 波音在全球至少有600家直接供應商 而僅僅在中國就有35家直接供應商 這可能導致了波音的質量有問題 霍利認為波音飛機連續墜毀 實際上與波音在美國或公司內部 不再生產產品有關 現在波音將飛機的生產製造 和專有技術外包到世界其他地方 而不是由美國工程師和工人自己來完成的 因此技術和質量都出了問題 而卡爾·霍恩說 他曾經讀過747機的年度報告 當時波音飛機65%的部件 是由美國國內製造商生產的 他還強調波音是把更多的工作帶回了美國 而不是把工作外包出去 從絕對水平看 波音在美國的工作佔比高達85%以上 6月19日 波音遇難者家屬 對2018年和2019年在印尼 還有埃塞俄比亞發生空難的時候 負有責任的相關波音企業高層 立即展開刑事訴訟 並處以248億美元的罰款 美國國會小組調查委員會的主席布魯門塞爾說 幾乎有壓倒性的證據表明 應該進行起訴 美國11月份的總統大選 有5個州的立法機構最有可能會發生翻盤 而他們很有可能就是兩黨決勝的關鍵 由於誰掌握了州議會 誰就有能力影響未來這個州的 選舉劃分和投票制度 而亞利桑那州 密西根州 還有新喊布什爾州 明尼蘇達州和賓夕法尼亞州 這5個州也就成為了決戰關鍵 因此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 再次展開了激烈的競爭 先說亞利桑那州被認為是 2024年大選最為重要的州 共和黨在州眾議院和參議院 分別只持有一個席位的多數 民主黨一直是以堕胎議題來吸引選民的 但是川普把墮胎權是留給了州決定 可能就很難打擊到共和黨 在密西根州 民主黨在眾議院有56席對54席的優勢 在州參議院也有20席對18席的優勢 而共和黨人希望重新控制兩院 在新喊布什爾州 共和黨在2020年出人意料的是獲得了多數席位 目前持有400個席位當中的199個 而民主黨則希望打破共和黨對這個州的全面控制 在明尼蘇達州 民主黨在州眾議院以70席對64席佔據優勢 但是參議院目前是陷入30席對30席的僵局 而今年所有134個州眾議院席位都將進行改選 但是因為今年中期選舉 民主黨沒有好的立法成就 因此民主黨可能會面臨11月份 不會全面控制明尼蘇達州的這個局面 賓夕法尼亞州是另外一個總統戰場州 民主黨是以一個席位的多數控制著眾議院 但是共和黨則在參議院擁有6個席位的多數 目前民主黨正在關注費城地區的翻轉機會 而共和黨則專注於西賓夕法尼亞州 那裡是支持川普煤礦業和老工業城鎮的所在地 今年的選戰應該是非常的激烈 好感謝您關注今天的北美新聞 也請朋友們別忘記點贊訂閱留言和轉發我們的節目 還沒有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請您幫忙訂閱 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每天的精彩節目了 我是小蘭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請朋友們 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